各位大英節目 大家好 Paul 是來自JSK家序的 其實今天很快就分享一個醫治的見證 關於之前 我之前經常在想 我經常都覺得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經常說跌倒 好像說有些老人家千萬不要跌倒 跌倒很麻煩 其實我婆婆也是跌倒 就走了 跌一跌就很麻煩 也有些人說 有個姓何很有錢 做賭業的 無緣無故跌倒 就搞到老人痴害症 就搞到什麼了 有心就過了一身 我經常都在想 其實一個正常人是怎麼會跌倒 我經常都這樣想 我不知自己在這方面是驕傲了 我覺得一個正常人是不會跌倒的 你走後小心一點就行了 怎麼會跌倒的 無緣無故那麼多人家 或者那麼多人會跌倒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上星期我經歷過一個好金 就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做呢 那幾個禮拜前 我就送女兒去補習 下午 剛剛那天我有空 開車就拍下車 然後就送她去補習 然後就因為我不知為何好想去小股間 即是急療 好想去小股間 我帶著女兒去補習 剛剛那幾個禮拜前下大雨 不知道她是否記得 那幾天下很大雨 兩個禮拜前 我又懶惰 穿著打Golf的那些鞋 因為我下午打算有黃昏時間去打球 那些鞋子我打算應該去換 但我沒有去換 我打算不如側席那天 從早上到晚都穿那套鞋子 就不用換了 那些鞋子全部都是膠釘 那樣的 我打算去小股間 之後就很需要 車就排在斜對面 其實我的車 繞一繞上去家 就可以去到停車場的小股間 但因為我又要再出去 因為我繞一繞上停車場 再放低一點 可能會再走 不如我看到一個公園 就走上去 有個小股間 很簡單 之後就去完小股間 解脫完 很舒服 因為它是暗斜的 有一點點暗斜 我抱歉 暗斜的 我問這裡怎麼那麼斜 我自己內心已經可以說 怎麼那麼斜 然後我試試 那雙腳 打球那雙鞋 試試 真的很斜 要小心 下一步也要小心 我再走第二步 一聲 整個人的聲音都打到我 即是他整個人的背部 第一次 看球 曼聯隊阿絲路 經常都這樣被人刺 看得多 第一次自己經歷 那一刻零把尻尾都飛到很遠 整個人都穿西裝 幸好又不是穿那些打胎西裝 那天穿一些像Casal的西裝 就一聲掉下去 那一開始沒有什麼 我只是手肘有少許流血 沒有什麼 我身為皮外傷 然後就起來 幸好身邊沒有什麼人 沒有那麼魚 你知道我平時都很緊張 要衣著 那些東西 幸好沒有什麼人 我看到沒有人 就馬上拿一把尻尾 快點走 怕別人看得到 因為很大雨 幸好沒有人 你現在不要開車 在車裡休息五分鐘 都沒事 根本完全沒事 找些東西消毒 噴一下的手肘 沒什麼事 想著兩星期前 怎麼知道 晚上睡覺 我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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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躲起 躲起 只能躲起 只能躲起 但我的腿是能動的 這裡本身沒有力氣 我說老婆好像沒有力氣 河頭很痛 這裡感覺也很痛 這兩邊 而且腫起來了 我問什麼事 當時我都不懂得祈禱 老婆看看我為何要弄骨髓 我想要快點動 起碼可以去洗手間 或者各方面 我老婆慢慢幫我扶起來 還可以動到腳 但這裡可以動就不行了 上面這裡沒有了感覺 最主要沒有了力氣 我也是有點害怕 我媽媽說快點去照一下 以為我中風 她說36小時黃金 我說不是那麼緊張 我這麼年輕 會有這種事 因為我從來不會覺得自己不會有這種事 我從來覺得自己不會有什麼跌倒 有什麼老人家跌倒 我覺得永遠這些東西不會留在我身上 我每天做打球 打歌符 每天跑步 做健身 我每天做這些東西 我怎會經歷這些東西 這次這麼膽 真是會跌倒 這次真的要幫幫忙 我經常聽別人說見證物 我都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我應該不用這麼嚴重 我三十六小時的那些 或者給你先享受一下 我說不用這些東西 我都沒事 我慢慢扶著我走也行 我主要祈禱我之後認罪 我直接說我不敢再驕傲 我以後也要謙卑 不敢再說什麼不可能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那兩天很辛苦 原來我幸福不是必然 我洗臉 洗臉 原來洗臉也要用力的 我不知道實人的身體構造很奇妙 我洗臉的時候 用力壓下去的時候 我沒有力的 它不斷往後了 因為洗臉一定要頂著才能洗臉 它是沒有力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這裡 要老婆幫手 可能頂著這裡這樣洗 很奇怪就是沒有理由 人的身體 我覺得自己要穿褲 每天洗澡 洗頭 我覺得很簡單 一定的 原來這些做到也要感恩 是沒有理由 原來這麼麻煩的消息 要不要主要你一定要醫治我 我真的不想他搞那麼多東西 我很害怕看醫生 如果照不到這些 照到另外的東西出來很煩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這些東西 雖然我以前做了二十多年前 現時做保險 但我現在也很害怕這些東西 所以我很擔心有什麼事 我主要你有醫治 我希望能夠動回各方面 很感謝主要到第三天 第二天起床時完全沒有痛 直到二時為止 完全動到也沒事 張榮耀重参龜秘主 我真的很感恩 就是我以後真的要謙卑 以及以後我有什麼事 我都要學會一件事 就是要感恩 以及每天我們都要 原來呼吸到一個空氣 有人喬醒你起床 拍攝你起床 你能動到的 原來都是感恩 他不喬醒你很容易 那天主不喬醒你 這樣就是了 他每天都拍攝你 每天都喬醒你 這個也是一個恩典 今天張榮耀重参龜秘主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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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